大家好,欢迎收睇今集的《几日一禅雨》 今天我们就继续讲完这个《何谓十二恩怨》 上一集我们就讲到 如何阻止这个《十二恩怨》的轮回 我们就不需要再有苦的生灭 我们就能够去到这个象征着清静的西方极乐 今天我们就再详细讲解 我们《人生十二恩怨》的这个《循环》是如何运作的 而当中有什么漏洞是可以让我们看得到 是可以让我们禁止这个《人生线线》 能够阻止这个苦的生灭 《十二恩怨》我不用那些佛经那些很详细的讲解 怎样整句讲出来 我用我自己的理解和大家分享 所谓《十二恩怨》其实就是我们人类 看到不同的东西或者受到不同外界的刺激 或者自己在心里想的东西也好 而产生的各种情绪 然后导致我们做的各种行为 然后就再成为一个循环 不断去令到我们继续做这些东西 《十二恩怨》里面 《人生线线》有十二个部分 这十二个恩怨中间互相关联 所谓《此生故彼生》 《此有故彼有》 全部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他们不是 大家都有相互关系 所以要脱离这个轮回 或者所谓离苦得乐 只需要在里面找其中一些 可以令到人类有能力 是将它 昔灭的部分 因缘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不再有苦的生灭 不需要再有任何 开心不开心负面的情绪产生 现在我逐个十二恩怨 逐一个跟大家讲解 然后再整合地跟大家讲 究竟哪些部分 我们人类是有能力可以控制的 首先是无名 无名是第一步 第一步无名是因为 源自于无知 在无觉悟的情况下 我们就迷失了去做 之后有一步 那一步就是行 行就是行为 行动作为 基于我们无觉悟的情况 迷失的情况下 所进行的一些行为 再之后第三就是识 我们做完这些行为之后 我们的心 或者意识 就会对这个世界 有一个认知的 这个认知 就是源自于 因为我们无名的情况下 我们做了一些行为 我们又对这个行为 有一个认知 这个认知 之后就是明识 明就是物质 识就是精神世界 我们这个对世界的认知 里面是包含了这个 明识的 包含了物质 和精神的部分 再之后就是这个 所谓的六处 六处就是眼耳鼻舌 身意 包括我们的感觉 是没有批判底下的 触感来的 为什么没有批判底下的触感呢 就是眼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闻到什么就是什么 那纯粹是一个 如果用机械做比喻 就是一个感光器 感应到光 那他就纯粹感应到光 他不会对光的强弱 有批判的嘛 他可能会告诉你 那个光是十个Lux 那么光 或者五个Lux 那么光 他可能给一些单位给你 去形容光有多少光 但是他对光的光暗程度本身有感受 但是那个没有过情绪批判 那么这个就是六处 那么之后呢 就带来竹了 竹就是在六处接触到之后呢 所产生的感觉 那么包括一些 刚才所说的 光看到光 太光了 喂 看到光太暗了 或者可能是 不是光不是暗 刚好 OK 那么这里就已经是竹了 那么再下一个呢 就是所谓寿了 寿呢 就是对这些外景的领寿 就从而呢 产生苦与乐的感受了 简单来说就是 明昔 在六处那里呢 就接收了 这个 这个 物质或者精神世界的东西 从而呢 呃 我们呢 有触感 和呢 有感受 那么受了之后呢 就是有 产生了苦与乐 的 批判 的感受了 那么啊 再之后呢 就是所谓爱了 爱呢 亦都可以叫做贪爱 就是想 撕掉那些苦 不开心 不舒服的东西 也都想得到更加多 乐的东西 或者叫舒服 令你开心的东西 这件事呢 就是所谓一体两面的 那么啊 但是呢 曾经感受过苦呢 你又会好 有机会会想 捉住一些乐 的 那也都感受过苦呢 你也都会想 撕走一些苦的 那么啊 你感受过乐 你会想 再 拿多些更加多的乐 那么你感受过乐呢 你也都会想 撕走更加多的苦的 那么呢 这个呢就是所谓爱 贪爱的部分 那么 刚才上一个是受 嘛 受是纯粹你在那一刻 有好或者不好的批判 那么 爱呢 就是一个持续性的了 已经是 在你感受完 有正 有负的感受之后呢 你想这个 正面或者负面的感受呢 继续持续下去 那么呢 这个就是贪爱 贪爱 也都是想捉紧苦 或者捉紧乐 那么这件事呢 都仍然存在在这个 心或者 那个精神层面的 那么呢 所以就到下一个因缘了 就叫取了 取呢 就是再更加执着一点 就是继续想捉住这些 这样的 这些感受 想继续是 持续地 在这个精神上 是有这些感受存在 那么 那么我们人会怎么做 那么再到下一步了 就是有了 有呢 也可以叫做业的 业呢 就是行为啦 简单来说就是 用尽所有办法 撕除这些苦的感受 用尽所有的办法 得到乐的感受 用日常生活比喻就是 那个地方很热 你会想办法 离开一个很热的地方 或者很冷 你会想办法 离开这个冷的地方 那么因为你呢 本身你是 就是明色就是外界的空间 就是热啦 那么你六处呢 你身体的触感呢 就感受到这股热了 那么呢 本来这股热呢 都是没有任何批判的哦 就是纯粹是热的而已 就是身体感受到 36度就是36度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是因为我们呢 就有触和瘦 就开始对这个热呢 有批判了 我觉得呢 就很不舒服啊 这个热 那么 再继续持续下去呢 就去到这个爱和娶了 就是开始 对这个 呃 热呢 觉得很讨厌 跟着呢 仍然呢 再加上呢 就是 那个心呢 就开始想 啊 怎样可以 撕走这个热呢 这样 之后就去到这个 娶这个状态 或者去到有这个状态 就是 用尽所有方法 我离开这个空间 那我就不再热了 那呢 就真正呢 有这个行为的出现 那呢 就是 有了 那这个有之后 就继续去到 所谓生了 生就是这些 刚才说的一大片的东西 这一列的东西 就已经生起了 就已经全有了 那再下一个呢 就是去到 所谓老死 老死就是 这个流程 已经去到一个 conclusion 了 你对热的这件事呢 可能解决了 或者不解决了 都好 那么 这件事对你的影响 慢慢 减少 那你已经不记得了 热这件事了 已经 又再去到 下一个 轮回了 就去到 又去到 就去到 下一个 令到你 烦恼 或者 开心 的 爱缘 所谓 名识 所谓 物质 或者精神的东西 就是这个所谓 十一恩怨 就不断地 人类 经历过不同的事情 在 外界的 或者 外界的物质 或者内界自己心里面 的精神层面 对我们的心 心情的影响 从而令到我们 在心情 心上 发展出一些想 抓住这种感受 或者 撕掉这种感受 从而导致我们 再做一个行为 去做 令到他这种感受 继续存有 或者消失 的一个轮回 那 所以呢 如果很逻辑地去看 这些部分 有很多部分 其实我们 人是不能控制的 无名 无名就是说他不知道哪里生气 那条绳子都找不到 那我们不管这个 那所谓 或者去到明色 去到六处 那我们人生出来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 物理世界的限制就是 外边的东西就是这样 物质就是这样 那我们的心 那个心色就是这样 我们控制不了 那就是触感我们天生 又眼耳 又鼻舌心意 那便能够感受到一些东西的 那我们是 没有办法去 左右改变它 那 那 那去到受了 那去到 触或者受了 那我们见到某些东西 那第一刻 生起一些 那些 讨厌或者喜欢 那这个是 那当然 我们有机会可以介入 就是 所谓是 由界啊 开始啊 或者可能是 所谓 我们是要有正师正见 那就是 有那些东西生起 那无所谓的 有它生起 那但是 不要在捉紧它 那等它消失 那所谓 禅宗经常说 止观止观 那这个是止 就是看到那样东西 又是怎样 而它有感受生起 你就有它生起 生起完之后 就不要在捉紧它 那 那其实呢 其实 禅宗都在说 其实这个 触受的这种生起 其实你都 不是真的 很改变到的 你純粹 是不要在捉紧它 那所谓捉紧它 就去到哪个步骤 捉紧它 就是 去到爱或者贪爱的这个步骤 就是 你想这种苦的感受消失 或者这种乐的感受持续下去 这个是我们人 自己主观意识 想捉紧它 的情况来的 那 只要所谓有正思正念 那你就可以 撕脱到这种爱 所谓贪爱 就是捉紧这种开心 或者 撕走这种不开心的感受 因为 佛法经常说 世事是无常的 无常才是常态 那 做人生老病死 也是必经的 那 如果你想撕脱 那些不开心苦的东西 就是本身 应该这么说 新老病死 本身 它是自然的规律 就是没有批判的 是一个定理 但是 因为我们人的主观意识 投射了下去 就会对新老病死 有一种感受 正面的 负面也好 贪爱地去反对 或者逆向地 想这种感受不存在 就成为这个贪爱 那 从而呢 我们会继续之后的步骤 就是取 使用最不同的方法和行为 去 撕走 或者继续 持续这件事 那 所以 可以入手的部分 就是 爱或者贪爱 刚才也说了 就是 有正思正念 那你就可以 慢慢修围 修痕 就可以撕走这个贪爱 那 所以呢 就已经是 讲了给大家听 下一集的预告 那就是 跟大家再讲解 什么叫做正思正念 那么 佛解 佛法 或者法学 就是这么个人了 整个系统呢 就是 很多部分 互相关联 也是很大的 那 所以 入手呢 比较困难 那 我们下集 再跟大家 就讲解 什么叫正思正念 那么 撕走这个贪爱 就可以脱离六道轮回 或者叫做 脱离十二因缘 的这个 这个 开心不开心的 这个不断生命 从此以后呢 可以过一个 有一个平常心 一个情心去生活 那么 面对无常呢 也都能够处之泰然 因为 无常 才是常态 那么 我们 邻辑理性 很容易理解 怎么样 可以面对它 就是 另一个课题 那我想问呢 十二因缘是要 每个都 撕走它 还是 撕走其他 一个 他和 六道轮回的 关系 是什么 就是 我又由 戒了十二因缘开始 OK 刚才说了 十二因缘是一个 过程 流程来的 它是一个 之后一个 所谓 此生故彼此生 是一个循環来的 那 刚才就说 如果要 脱离十二因缘的 这个轮回呢 你就要撕走 其中一个 步骤 那你就可以做得到 那但是 大部分的步骤 是自然会发生的 是 人类没有办法去左右 那唯一的 漏洞呢 就是爱 和贪爱的 那一个步骤 那你只要 撕走了那个步骤 那你就可以 脱离十二因缘的 那 至于 何谓六道轮回呢 就是 某些 佛教的流派呢 就将这个十二因缘 就善译为这个六道轮回 那六道轮回呢 其实本身是一个 印度教的概念 说的是 探讨的是 人 死后会去的地方 或者投胎的地方 而十二因缘呢 其实不是探讨死后的事 探讨我们每一天 经历 以及 接触到一些 不同 自己身体以外 和心色以外的东西 所产生的 那种 开心 不开心的感觉 而 十二因缘 去 所谓 脱离十二因缘的轮回 教你的就是 如何离苦得乐 为什么说 所谓离苦得乐 就是 因为人类就是 不知道自己是 经历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处于一个 无名 一个没有觉悟的状态 是一个 没有正知正念的状态 对各种各式各样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都会有正面评价 负面评价 跟着呢 就想用各种方法呢 去 继续 存在在一个 所谓 就是 开心或者 欢乐的状态 但是 这件事是因为 违反自然的规律 所以呢 去 追逐这件事 只会 令到我们更加苦 而 佛陀呢 就是用这个十二因缘的 这个 这个 LOOP的说法 也都教了我们 如何在爱 爱取这个 贪爱的这个 step 如何去乐功夫 从而 就不需要 再经历 这些 开心不开心的起伏 脱离这个十二因缘 左右 我们心情 开心不开心的 这个系统 那我们就能够 所谓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就是 脱离了这些 开心不开心 我们已经不需要 会有 很容易 说容易 不会不开心 或者很容易开心 因为 所有东西已经是 我们可以 看它当是无常 也都是 能够 所谓 达到 裂盘 也都是 但是 就是因为 很多 又有些派别 将裂盘 轮回 和西方极乐 就说成是 挖成等好的 但是它们 在说这些 是探讨死后的事 但是如果 纯粹说十二恩怨 本身 就是说 如何脱离 这个 苦落的 cycle 令到你 没有再苦 所谓离苦得乐 就是 简简简简简的 十二恩怨 或者 脱离十二恩怨 想达到的目的 当然 因为 语言是有漏洞的 所谓语言有漏 不是的话 个个都可以 透过文法 看完佛经 已经可以证得 这个 离苦得乐的状态 所以 说就是这样 至于如何修 就是另一个功夫 另一个功课 其实要 去到没有情绪 就是 知道了无常 然后 这个 我没有亲事证实过 我的理解就是 你会有情绪的生起 就是会有 开心会有快乐 会有 不开心会有 快乐 但是那样东西 你已经不再执着 不再去 继续 就是想继续维持这个快乐 或者维持这个 想脱离这个 不开心的感觉 已经不存在 它是纯粹新 这种感觉出现 你认清了它 你看到它 观察了它 因为你的意念很有趣 你不给它能量 它就会消失 那 你不给能量 给这些 很讨厌 很热 或者很喜欢很乱 没有这种 能量给它 它这种感觉就会消失 所谓离腐得乐 应该是 这样的状态 但是我没有亲自 证得过 所以我都说不到 出来 就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感受的新气 因为这个死人才会出现 一天是生的人 一天就会有感受 应该是这样的 也不会突然间 去到 脱离六道轮回 或者脱离十二恩怨的轮回 一声就变成了团光 然后上了海空 应该不是这样的 我看有些佛经有说 某些情况会出现 就不再发梦 就是不会再 睡觉的时候 不会有发梦的情况出现 你就已经不会再 再 会有很多 妄想出现 另外就是 亦都有说 就是说 打坐的话 就很快可以 一坐就可以 立即有 初离 二离 三离 四离 五离 一坐下 立即见到八片 有自己也没有亲自正德 如是我闻 今天 是这么多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留言 告诉我们 我尽量解答 记得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